我们来跟进两艘游潮船 在柔佛哥打丁以海域碰撞的后续进展 其中一艘船也就是森多美和普林西北国 注册的MT Series 1 昨天突然离开了事发海域 还断联失踪 情况是相当可疑 海事执法机构相信船只还在我国水域的范围 已经出动了水陆两用飞机搜寻船只 准备救出船上剩余的26人 海事执法机构海难救援组主任金阿兹曼 昨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当局推定失联的船只正在开往问来的方向 当局调查也发现 这艘船只的注册商号非常可疑 搜索队还在努力的追踪船只的下落 至于另外一艘新加坡注册的MT Havnia Nail船只 则停靠在距离碰撞地点52海里外的 丰盛港帕芒吉尔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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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词破千丰盛港帕芒吉尔岛 赛芒吉尔岛 蔓港帕芒吉尔岛 把脍芒吉尔岛